今天最重要的啦,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我刚刚特别强调的 就是SQLite部分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 如何在利用SQLite建立资料库 所以 其实至少啦,你 资料库部分的话,如果要拿来应用 最重要第一个,如何建立资料库 其实就这三行 第二个的话,如何建立资料表 也就这 这三行 OK 所以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OK OK 资料库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类似像一个Excel的档案 有没有,档案名称就像这样 其实 类似 那资料表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Excel里面的工作表 OK,那一个Excel档案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个工作表 你可以一直新增 OK 那那个表的话呢,因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 在那个 我们的Excel里面 它预设就是已经帮我给栏位了 有没有 资料表不太一样,资料表的话就是说你要挤栏,你要先自己定义 定义它的名称 还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呢,这个栏位里面只能放什么形态的资料 那不过Excel我觉得它比较有弹,Excel的话好处就是它不需要 也就是你放什么资料都可以 你要放文字也可以,你要放数字也可以 相对弹性比较高 OK,啊不过呢,在资料库比较麻烦就是 你要先预先,先知道说你那个资料库要放什么形态资料 而且要比较精确一点 但实际上如果你 比较不知道说到底你那个资料放哪一种形态 那有个方法,你看用文字就好了 因为文字之后 文字其实你放文字也可以 你放数字也可以 那只是差别说你将来 数字部分哦,你必须要转型 也就是说呢,你放进去啦,假如说你放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好了,比如说一个数字是1好了 它放进去哦,它是Tester,所以它其实比较麻烦是说 它放到这个栏位里面它是 就是长这样 如果说你要拿来做计算的话 你变成你要把它转型 转成什么,转成没有这个 很简单嘛,你就加一个INT就好了 INT不就可以把它转成没有前后算号 只是麻烦一点点 这个好处是说 它可以确保说你那个资料放进去没问题 尤其是你在处理那种网路上来的资料 因为网路上来的资料有时候你不确定说它到底它的形态是什么 如果你假设 你在规划你的资料 表的栏位的时候 你已经给它固定 就是给它整数的话 那它突然来一个有小数点 你就放不进去了 就会发生错误 或者是说呢,里面资料假设有个文字资料的话 那你也放不进去 那你会写入失败 所以有的时候啦,假设你希望说它可以万用的话 那不如你干脆全部都用TEST 这也是一个方案啦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不过它的缺点是说如果你用TEST 缺点就是说它的执行效率比较差 效率比较差 可是如果说假设你 目前还没考虑到效率问题的话 其实你干脆就用TEST好了 因为其实 一般人会感觉到效率会比较不好 通常 都是百万笔起跳之后才慢慢有感觉 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的 这个资料量不大 可能是几千笔 几百笔 这个其实说真的啦,你干脆用TEST算了 好处就是说 程式比较不容易发生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Insert into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把这段程式复制 贴到我们的Spider里面 OK可以把它当范本啦 所以这个是 资料库 资料表 对齁 然后再来就是写资料 那我刚刚已经写了1 那写了2 再来就写3好了 这边后面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 随便给一个电话好了 类似这样这样,然后再把它执行 然后再来 又一笔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呢就有三笔资料 1 2 3 有没有 那这边有三个电话号码 诶 好 那 后面的部分的话 这三 这三行 这四行的话 等于是写入资料 写到这边来 所以 123 诶 妈妈 那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写资料 就把这个范本拿来使用就OK 所以这个第1个 就是如何在 SICLELINE里面新增资料 好 那第2个的 最重要的 第1个就新增 第2个的话就查查询 因为可以放进去 那就有必要可以把它读出来 OK 所以读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如何把资料库的资料取出来 当然 我们刚刚已经 用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这一个 SICLELINE Browser 有没有 它叫SICLELINE的 Database Browser 这个是免费的程式啦 然后它的好处就是说你把它下载解压缩就可以用了 可是毕竟 它还是需要借由某个程式 才能看到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那个 Python程式 写一段程式就可以把资料读出来 秀在 我们的 这个Print 把那个结果 这里面的资料库的结果把它Print出来 有没有办法做到 当然有啊 接下来的话请各位再开一个新的 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我要跟各位讲第二段范本 就是 如何把资料 从资料库里面读出来 那读出来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在第 第46页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查询 用SLAIR语法 查询 这个 应该叫资料表的结果 查询资料表里面的结果 资料表 也意思就是说 如何把那个资料从资料库里面取出来 那最重要的语法是这个 SLAIR OK 那其实SLAIR有点像是那个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 筛选 筛选其实跟SLAIR有 有一点类似的概念 那怎么把它取出来 OK 那其实范本在这里 那这个范本的话 我们把它Ctrl C 以后如果你要查资料 你拿这个当范本比较快 然后呢把这一段怎么样 第46页的地方把它贴过来 然后把它放大 Ctrl加 OK 那 请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你会发现 这个 查询的功能 其实前三行 跟前面的这个 这三行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啦 也就是说 不管是说 你今天是要新增资料也好 或者是查询资料 删除资料 修改 都一定会有前面这三行 因为一定要跟什么 资料库做connect 连线 OK 所以这三行是固定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底下 在那个 就是说呢 前面如果要放资料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那个资料库里面有没有某一个资料表 你才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因为这边有个Table01 用Insert into把资料放进去 那因为我们查资料不需要 查资料反正呢我只要确定 有那个资料表就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查询的话 语法是这样 select 这个信号的话呢 指的是所有的栏位的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栏位名称是这样 mum tel 这样也可以啦 不过你打这么多次 你打不如打一个 就是全部的 这个意思说我要把 这个资料表里面的所有栏位资料 帮我取出来 OK select 客舍 应该要查询所有栏位 Front的那个Table 那我们前面已经有建了一个叫Table01的资料表 所以呢我就针对他去把资料取出来 OK 所以如果你下这个语法的话 他就会帮你把所有资料取出来了 OK 那问题来了 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下这个语法 然后并且透过那个客舍 客舍物件指的就是资料表物件 通过他 通过他去跟资料沟通 你去帮我讲说 你帮我把所有资料取回来 那问题来了 取回来之后的资料放哪里呢 特别注意 取回来资料呢 就会全部放在这个 科舍物件里面 所以 sq之后 他会帮我把所有的资料呢 倒到这个科舍里面 所以这个科舍里面会放什么 其实科舍里面就放这个啦 有点像 他 sq之后 有点像跟资料库连线的 连线过去的对 连线的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这些资料全部取回来 全部知道在哪里 所以他会帮你把这个表 取回来之后呢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物件里面 所以这个物件里面 那就放这个表 OK 那如果这个表 取回来之后 我要怎么样把 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取出来 特别注意 底下的话呢 就是重点了 因为 这个科舍里面 OK OK 他基本上也是一样一列一列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取 取资料的话 那我就可以先把第1列先取出来 再取第2列 再取第3列 那这个第1列里面的第1个资料的话 也许啦我们叫RAW RAW RAW里面的第1个资料的话那中瓜糊 他编号从0开始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取到第1个资料 OK那第2个资料的话当然RAW 中瓜糊里面的加1就可以了 OK那你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把资料给输出了所以呢 我底下部分的话 就是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把资料全部取出来的动作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地方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点 你前面的话多一个print 为什么多一个print 编号 都点电话 因为呢我们取的时候 只会取什么 只会取里面的资料 不会取上面的栏位名称 所以这个上面的栏位名称不会取到 OK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那你会看到只有里面 的资料内容 OK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得到的结果 他就帮我把资料呢 通通都取过来了 OK然后我就把它 放到这边来做print 所以他print的方法就是 先print这个 这个编号电话 然后呢在后面写一个for each的写法 for row 这个row的话指的是列 in这个cursor 在这个cursor里面的所有的列 意思说他会先抓第一列 放在这个row里面 先抓第一列 然后把它print的话呢就是 我把第一列的第一 第一列里面 的 第一栏 的资料先抓过来 放在这里 然后加个逗点 再加他第2个 然后把它输出 所以你会看到 这边第1个看到就是 他会先输出1啦 1的话就是这个 OK把它放过来 然后再放这一个 放在这里 然后再下一个 所以回来这边的话 下一个row那就第2列 所以第2列又输出了 再第3列 全部跑完了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把 这个资料表 的所有资料 就通通秀出来了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查询 查询的功能 所以 上面三行 跟刚刚那个范例一样 那底下这 这五行 就是 等于是 另外的啦 那当然 这五行里面 这两行 是 所谓的下 那个seqo语法 也就是跟资料库沟通 那底下这三行 指的是说呢 帮我把资料做输出 所以这三 底下这三行的话 实际上输出 得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长这样 OK那请各位试试看 可以先试着先 确定一件事啦 就是说你先新增资料 然后在这边把它改 改动一下 也许有1有2有3有4有5都没关系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所以呢我们已经 至少了解了 就是如何把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 第二个重要就是说 再把资料从资料库里面把它 读取回来 OK那基本上 这两个主要功能会的话 其实就很足够了 OK 基本上用来用去好像 最常用到也 不外乎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 输入嘛 那一个是输出啦 OK 那其他的话当然其次啦 如果你还会 比如说有些资料是多余的 可以把它删除的话 那你就再多一个Delete 然后如果你不想Delete的话 你要修改 你也可以把它做update 所以主要 资料库啦主要是把这4个主要功能 学会 这个基本上就 够用了 OK 够用喔 因为其实很多系统 不外乎就是使用这些 这些功能 什么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试试看 先试一下把那个 查询的部分先完成 都不得更好 员 哦 等